民眾拿著手機拍到眼前新建大樓頂部的掉臂不堪劇烈搖晃 整個直接折斷往下墜落 掉下來的建材還撞破外牆下的目擊者精神尖叫 鏡頭來到移動商場的餐廳內桌椅劇烈搖晃 天花板不斷有巨大碎片掉下來 還有燈具只剩一條電線拉住它在空中晃來晃去 另外一座百貨公司警鈴大座逛街民眾趕緊拔腿逃命 民眾說逃到戶外雖然鬆了一口氣但心跳依舊在噗通噗通的跳 菲律賓第二大島明達那爾島17號下午發生瑞士規模6.7強震 深度78公里 雖然這起地震沒有引起海嘯但依舊發生憾事至少有6人死亡還有2人失蹤 救災官員表示電力供應已經恢復大部分道路也恢復通行 但警告後續仍然可能有規模6.2餘症提醒民眾不要釣魚清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觀看最好的報告